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100到150亿美金的财产损失 但或许最让人遗憾的是 造成爆炸的肖酸胺 其实已经在这座港口边的仓库堆放整整6年 也有人好几次警告有安全风险必须要处理 当局却都已读不回 最终酿成悲剧 因此黎巴内人不只是震惊悲伤 更对无能的政府充满愤怒 其实走在大爆炸之前 黎巴嫩就已经像是走在悬崖边上面临国家崩盘的危机 所以外界担心这场爆炸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可能会引发革命 但黎巴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当地民众请外国人不要汇款给政府帮助重建呢 这集来认识一下本来被称作中东瑞士的黎巴嫩中东小巴黎的贝鲁特 怎么会沦落到今天的惨况 为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虽然在地理上属于伊斯兰大本营的中东 但因为自古以来就是泛基督教马龙教派的主要活动范围 所以国内宗教结构非常复杂 伊斯兰的逊尼派、实业派以及基督教马龙教派各占两成多 如果把泛伊斯兰跟泛基督教的各派系加总比较 差不多刚好一半一半 那在没有单一主流宗教的情况之下 黎巴嫩1943年独立建国的时候 各方就同意 未来政府最重要的三个角色必须要平均分配给三大宗教 总统是基督教马龙教派 国会议长是伊斯兰实业派 总理则是伊斯兰逊尼派 甚至国会议员席次也得在泛基督教和泛伊斯兰教之间平衡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平衡所有宗教团体之间的利益 换取和平相处的空间 但却也保证让派系斗争成为黎巴嫩政治难以避免的僵局 各政治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 在1975年引发长达15年的里巴嫩内战 估计造成12万人不幸丧生 还有上百万里巴嫩人为了求生而放弃家园 逃到国外变成难民 那尽管内战终于在1990年画下据点 但派系斗争并没有获得解决 还衍生出两个问题 一是各派系形成各自的利益体系 贪腐非常严重 二是政府在各方内斗之下 施政效率非常低落 结果呢就是基本建设残破不堪 大众交通缺乏 水电供应不稳定 拖垮了经济和民生发展的速度 那过去20年来 里巴嫩经济成长已经不快了 去年2019又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债务占GDP比例来到恐怖的150% 同时呢里巴嫩货币又疯狂贬值 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飙涨 那种种不安定的因素 终于在2019年引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争 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上街 瘫痪交通 要求全面改革政治体制 那参与者呢 尽管横跨各种宗教派系 但诉求却是一致的 也成为里巴嫩史上难得一见的景象 号称是十月革命 然而危机还没解除 疫情就跟着来袭 尽管里巴嫩的防疫表现比不少邻国更好 但经济冲击无可避免 今年三月里巴嫩还不出即将到期的12亿美元贷款 正式宣布违约 而世界银行就预估 里巴嫩今年2020的GDP收场率 将是恐怖的负12% 而政府目前正在向国际组织努力贷款 以免踏上国家破产的命运 就在这个水生火热的关头 被鲁特大爆炸跟着发生 被鲁特大爆炸在4号发生之后呢 发国总统马克宏6号就来到里巴嫩 成为第一个灾后到访的外国领袖 在当地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这是因为里巴嫩在第一次次纪约大战之后 曾经受到法国托管统治 所以两国之间有特殊的历史渊源 不过不论是在马克宏现场勘灾 或是在网路上都有民众 请国际社会不要直接把款项给政府 因为百分之百会被政客A走 第一个信息是 做正确的搜索 保护这整个灾后的灾后 让里巴嫩真的站在脖子上 这就是伊曼威尔·麦克诺 那是伊曼威尔·麦克诺 那是伊曼威尔·麦克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胸口是我的核心 法国也扛起组织国际援助的角色 9日透过一场视讯会议 向世界各国筹错了2.5亿欧元 超过台币85亿的援助金 帮助利巴嫩灾后重建 那马克诺再三强调 不能让这笔钱掉进政客的口袋 伊巴南政府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才会拿到援助款 会后公报中也强调 援助将会以直接且透明的方式 送到里巴嫩人民的手中 如果里巴嫩领导人 愿意实现人民所期待的改革 那么各国也将会帮助 里巴嫩走过经济重建的漫长道路 面对人民的怒火 里巴嫩总理迪亚布 已经在事发后 率领内阁全体总辞已是负责 但很多民众甚至专家都认为 政治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换一批内阁阁员 恐怕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 甚至连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谁该为这起爆炸负责 都还有待解答 路透社报导 总统和总理 其实事前知情 总理在辞职的时候说 爆炸要怪地方性的腐败问题 而总统奥恩虽然坦诚知情 但也说他有请军方和国安单位 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责任并不在他 但这样的态度 只让民众更加愤怒 人们都在认识 那些人们都在认识 那些认识 和公共的官員都知道 超過2,700吋的炸彈材 已經在城堂殘留在城堂 一年都沒有安全的規則 證明每天都出現 顯示更多的官員 都在這個訊息 總統也在這個訊息 但也有一個答案 說我沒有責任 我沒有權力 我沒有危機 我沒有知危機 目前黎巴南當局 已經邀請美國聯邦調查局 和其他國際專家 加入當地的調查行動 而內閣總辭之後 黎巴南國會也將提前舉行大選 同時國際社會也拿出善意 要幫黎巴南走下去 現在唯一不知道的 就是民眾期待已久的改變 能不能成真 國力大風吹 我們下回見 我就是那種個人 我朋友 和其他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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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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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歸過 我為了 A hopeless optimist In Lebanon specifically And I used to say Whatever happens I will Be the last one to quit I'm not sure what Where I stand now honestly With a heavy heart 最后还是要来感谢付费支持 我们的频道会员们 尤其是干天干妈等级的会员 邦玉顺 中逊后 自灵力 Joe Man 印忠豪 Sniper711 张宇安 吴振宇 炒饭小子 Miles Taeku Lin 王俊哲 Ginnie Lu Ben A Eddie Chen 金爪机械 Jason Lin 魏酸仁 K 明氏 科技有限公司 谢谢你们 谢谢 杜梁 金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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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爪